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寸,希哥,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3月11日,星期五,今天大致天晨 市區最低氣溫約18度,新界會再低2、3度 日間乾燥,最高氣溫會上升至25度左右 吹和換的偏東風 接下來星期六都是大致天晨,日間乾燥 不過留意下星期初會漸轉潮濕有霧 隨後2、3天還有幾下雨 好,那跟大家說說大綱 我想最關注的是,踩爆雲的頭那條混蛋捉到人 這個人真的很凶殘,連續在人家的頭上踩了八腳 盡快將他捉拿歸案 這個人是23歲的,踩了一個70歲的長者 但是就是不懂的 那麼被控企圖謀殺 那封面那裡寫,就說恐怕會無罪 為什麼呢?你稍後聽下去就知道了 那麼香港的確診已經超過了60萬的人次了 相當誇張,官方數字60萬 但是專家就猜應該不止這個數 那麼單日就新增3.1萬人 那麼準不準呢? 那也是有情報和那些核酸 那麼281人死亡 那麼這個數字也是非常之不能夠令港人接受的 暫時那個醫療好像還不是一個很合理的死亡率 那麼看到一宗愚蠢事 就有個笨賊走去學人打劫 拿一把割刀出來就被人兇了 那老闆有個很搞笑的回應 等一下可以聽一聽老闆那個 就是有人訪問他 有賊打劫你,你這麼英勇的你 好笑的,你打劫也沒有誠意,我生氣的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左下角那張圖 就是剪頭髮 就有得剪,那些人說 哇,排隊排到,你有沒有份啊? 那麼我們有人認識的就有疫苗通行證 不是,有疫苗通行證 有疫苗的豁免 有疫苗豁免的那些就不讓他剪 那些怕糟糕 就說不行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先講講詳細的新聞 那大家我想都相當之想關注一下太古廣場 那一宗癡線的凶殘 就是企圖謀殺案 這個23歲的兇徒 原來就是外國人來的,新西蘭籍的男子 為什麼我說他的企圖謀殺 隨時有機會是無罪釋放呢? 因為這個人是懷疑有精神病紀錄的 一大件事 70歲的老翁懷疑被人襲擊 面部大量傷痕 倒臥在太古廣場三樓 一個椅子旁邊 送院搶救後是危台的 那他就是1.7米 那個新西蘭籍的23歲的人 他短頭髮 當時就是這樣做了這些事 然後被人捉了 因為天眼將他承之於法 說在梅窩的碼頭上 涉嫌企圖謀殺 就拘捕了這個23歲的新西蘭籍男子 那他老婆表示對這個事件的詳情都不清楚 他說老公可能去那裡坐下吧 對於丈夫被一個不懂的人襲擊 他慨嘆說 也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得擔心 當時8點鐘 事主原本在太古廣場 坐在椅子裡休息 一名男子從後就鋪他的頸 也將他拖離這個椅子 然後雖然事主一度反抗 之後被人鋪到窒息暈了之後 他就連續踩了這個人 東方寫七腳 有些報紙寫八腳 臨走前再補一腳 最終就離去 現在拘捕了人 大家都先放心 但是如果這個人 是因為有白卡 如果過不了謀殺 我覺得會很影響到香港的治安 希望可以困住他 不要讓他出來 真的 這些真的很恐怖 是有暴力傾向的危險人物 好 先說一件輕鬆少少的給大家聽聽 有一個笨賊就去打劫 那小朋友 原來是35歲 他失業 本身在證券 那些證券的人 做證券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證券公司的前職員 因為失業 真是深夜拿一把戒刀 去打劫食肆 以及便利店 四宗案 涉四宗案 落網 他可能打完一個 這個事敗 走去別處再劫過 很愚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片 看片 看片的時候 人家一打開那個收銀機 他拿一把戒刀出來 他會餵餵餵 然後那個老闆說 你和我打劫 然後他走進去拿工具 那些人就 嘩 走啊很害怕啊 原來 老闆說生氣 我們聽了他的訪問 很過癮 竟然找到他那個老闆的回應 咦!這條片被人洗掉了 總之那個老闆就說 又又又 你去打劵你就站近一點 拿一把好一點的口罩 開給你啦 但你連打劵都沒有誠意 那我就生氣了 那他就去街上 拿一把 他也不去追他 是呀 可以嗎 他就說 你沒有誠意 你拿一把好一點的口罩就給你 他就說 屁來個街 是不是很搞笑呀 老闆 稱他為笨賊 那這傢伙在葵涌得大敬 賣外賣米線 拿一把劑刀出來就兇人 反租這位叔叔 拿一把斬雞刀追著他 哇 你拿一把劑刀就斬雞刀 敗走而逃 更加這個賊是損失了一百元 因為他們拿一百元 首先想買別人的外賣 然後人家開個收銀機 然後拿一把劑刀出來 因為人家收了他的錢 他拿一把斬雞刀追回去 那一百元是損失了 低B 是低B的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閃電破案 在長沙灣海麗村 拘捕了35歲 證券公司的前職員 相信他涉及近期發生多區 四宗食屎便利店行劫案 消息指 這個姓陳的男子 患有抑鬱和精神錯亂的精神病 要長期吃藥 他就說無業 但之前他就在證券公司做 但失業幾個月 警方就調查他的犯案動機 是不是受病情影響 又是精神病 一街都這樣 因為他其實在本月的3號至9號 有四宗食屎便利店行劫案 分別的地區是紅磡 深水埗大角咀和葵聰 所以大家出門就要相當小心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人 精神有些問題襲擊你也不頂 我今天逛街的時候 後面有人跟著我看一看後面 他馬上另一面 最重要是有警覺性在這裏 看到那傢伙拿一把15厘米的戒刀出來 指嚇店員 因為他打開很多錢 店員沒有就飯 亦沒有損失 但之前有兩宗案件 受害的收銀機 真的交出了部分現金 損失了2500元 被捕的男子 涉兩項行劫罪 和兩項企圖行劫罪 正被拘留調查 檢獲了他的涉案界都 呼籲大家 警察說 呼籲便利店 食肆職員提高警覺 因為疫情晚上 人流就會較少 那些朋友就好像很大膽 搞搞震 是不是 好 那先說一下疫情 人數已經突破60萬 都不能夠接受 因為死亡數字也是高 31402宗確診 那專家出來說 你其實只是猜 為何這麼快說 又說完之後 我覺得 一位歐家榮這位專家 他說 疫情可能已經是 過了疫情高峰 他這樣說 但是又叫人 就是要保持警覺 那你別說 三萬多宗算什麼低風 因為我 不是經常找圖做那些封面嗎 我記得第一二三四波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單日確診 六十四人 那些字眼全部好像恐怖 六十多人 三十多人 你已經做到好像恐怖片一樣 現在三萬一千四百零二宗 疫情已見頂 那你別說著 你令到有些人 你說一句 有些人已經可能會 沒事了 專家說沒事了 有些人確診了 真的沒事 我有個朋友確診了 他說 我現在有抗體了 我全家都有抗體了 連個B也有了 這樣說 其實昨天是跨的 昨天的數字 去到六萬零四千七百八十宗 如果計算一下 但是 單日新增 最新公佈是三萬一千四 不過那些數字也未必準 如果不是 怎麼會去到二百八十人死亡 包括二十四小時 新增一百八十人的死亡 以及滯後的一百零一宗個案 有人說 喂吳仔 你又不明白 有些滯後不是那天死的 那一百八十多宗也不合理 之前一百八十多宗也五萬七千多 總之不合理就不合理 人家 新西蘭 一半的確診數只有一個人死亡 香港醫療這麼好 三個比進好不好 他現在二百八十一 你行不行 我不行了 你住在什麼城市 你以為真的是第三世界國家 香港 泰國大我們這麼多 都是兩萬多宗一天 對 人家南韓三十幾萬宗 才168個死亡個案 你自己計算吧 真的接受不了 看看網上的平台 就少了很多人情報 就增七千零一十二宗 可能要報的都報了吧 本港共新增三十一千四百零二宗 大家自己 真的要非常小心 再看 現在說到 去到六十萬零四千七八八十宗 嘩 真誇張 這個數字簡直是 誇張 剛才我讀錯了 不是六萬多 昨天是五萬八千多 看少了零 總之是六十幾萬 現在就 然後 等一下又不止了 過多三天又七十萬 很快就過百 一個月內 如果他的數字不斷繼續上去 你有數可以計算 三萬一天 三天就差不多十萬了 十天八天就已經是幾十萬了 很快 好 這些確診 就誇張 但也看到 香港各界都是幫忙的 至地廣場 撥款一千五百萬 幫助抗疫 火牌一個叫NGO 就向這個弱勢的社群 就派二十萬份的熱食 那我都看到 這陣子要做多些善事 你看到我那個相片那裡 都叫大家 可以捐助一下老人家 齋菜那些 其實你看到不止是置地的 還有的 就是譬如這個信和的集團 捐了兩萬套血養兒 就給一些安路縣和獨居的長者 下個星期就會派發的了 做善事真的福有有歸 另外還有的 港鐵 這個不關事 港鐵那個是賺了錢的 另外新世界撥出 沙田海穴酒店一百間房 就給那些是醫護免費入住 因為他們可能收工的時候 都不便回家 可能感染到家人那些 醫管局也表示感謝 看到這個就是相當之不錯 對不對 另外看到廉政公署也有三百人 調出來抗疫 染疫康復的人員 有些還是化身做電話社工 幫市民解困 但是我覺得 你染疫康復出來也有抗體 為什麼不做一些前線的工作呢 好像會適合一些 我們OK仔研究過很多這些 在其他節目 你們都會聽得到 但是始終現在香港 很多人都在幫忙 沒有那麼多前線 給他們 方艙才只有三千九百個位 是 那好吧 看到內地的物資也是增加到一天兩班車 頭七天運貨去到二百七十七噸 看到也是相當之大規模 夠港 大家就齊齊夠港 醫院那裏 就是伊麗莎白醫院 之前不是黃標的 警示的 不是很驚驚的 伊麗莎白醫院 轉指定醫院 一千五百個床位 已經超過一半 正同兩間酒店商討 給員工住宿 另外看到有些好消息 就是七間新增暫託中心名單曝光 有廣灣道體育館 設日內收一些輕症的長者 有七間哪七間 廣灣道體育館 天水圍體育館 小西灣體育館 青衣西南體育館 荃灣西藥體育館 屯門蝴蝶灣體育館 和藍田藍體育館 都有每間百多個床位 給你收一些輕症的長者 起碼不會說無家可歸 看到疫情的情況也是相當厲害 有些也是不實的資訊 阿婆沒有去驗核酸 竟然無故收到短訊 說阿婆 你陽性 是啊 你怎麼填電話號碼還是怎樣 未曾到過檢測中心 警備告知確診 然後慢慢擔驚受害 這是阿婆 區議員說 真的確診者 不知道去了哪裡 可能填錯號碼也不一定 但你不是有身份證嗎 有沒有搞錯 阿婆六十八歲 住在一條頸嶺公屋 他說 收到一個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 SMS 就說你 阿婆 以為是騙案又 那些 他說現在半夜電話一響 就怕怕到睡不著了 他說很混亂 究竟是 是否資訊錯了 傳給他 還是那傢伙亂填電話 那就不知道了 好 昨天香港在葵涌七號貨櫃碼頭 很嚴重 葵涌村那邊的居民聞到 很大的龍煙 因為路邊發泡膠商起火 那塊火 好像香港葵涌七號碼頭 中了俄羅斯飛彈 超誇張 黑色的毒煙 這些發泡膠這些龍煙是毒煙 10號 即是昨天早上10點4個字 那裡有一批發泡膠燭了火 十分鐘內救息 但是這十分鐘 損耗的環境相當嚴重 看到黑煙是有毒氣體 好 再看看 Uber也為醫護人員加油 送了一萬次Uber Tax的行程 價值是一百萬 香港各界都為醫護打氣 大家都要 我告訴你 我昨天 我最支持這些前線醫護 因為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只有一把口 有些人聽 負責是受那個 施比受別人 施你受 對 他們才站在第一線 沒錯 我昨天都依然看到有些留言的人 就說什麼醫護 什麼不醫癮 什麼什麼 當然有一部分是管理層的問題 但是最前線那些真的做到哭 竟然都有人說 家屬都還沒哭 你哭 大家都是有情眾生 做人有些同理心 好 調轉的角度 你又行不行 我知道他不會調轉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就是 有些人是這麼無情 我們不要特意去招呼那些人 看到林鄭 她回應抗疫主管的公開信 她自己說 她否認各自為證 她說 海量的個案 其實已經超越了應對的能力 我剛才說 很包容前線的人員 這傢伙就開圈可點 究竟是如何呢 我又不是罵她 不過她說 很忙 她一天處理五萬多人 林鄭形容的工程是很大的 這也是 這個事實是 你把事情分類分得好一點 就好一點 專照顧老人家60歲以上 你看到281人的死亡個案 是不是真的 很多年輕人呢 有 但是少到98% 都是老人家 你說 你應該要搞得好一點 有些位置就 看到 再有兩個長者 也是女人 我一開始看完 是不是舊民來的 不是 粉嶺石結尾 兩個染疫 90歲的女人 就是昏迷 搶救無效 就不自 一個就是90歲 在粉嶺 就昏迷 我兒子報警 就證實死亡 另外一個96歲 在單位昏迷 石結尾 南山村 昨天下午2點 外傭發言 報警 送到明外醫院 也證實死亡 看到很多長者 真的 相當之 痛心 香港 就有很多人 在這些時間 就過了身 那 說一下死亡人數 281人裡面 有個中年男人 腹痛 就變成敗血病 最終就死亡 看一看 這個東方也挺齊 說到過去24小時 有些是滯後 180名新冠患者離世 分別123個男人 就57個女人 年齡介乎47歲至112歲 嘩 112歲 厲害 當中有167人 就是60歲或以上的長者 有94個來自院舍 122人沒有接種過疫苗 22人打了兩針 年輕死亡個案方面 包括一名47歲的女士 她本身是有癌症的 另外一名48歲的男子 本身她沒有長期病患 但她在前天8日 因為肚痛就進入了急症室 手術之後出現敗血病 不幸過世 當局指患者死亡 未必跟新冠肺炎有關 當然 做完手術 敗血症 沒有理由進入她的數 她的數字 她可能有寫都不定 但她說未必 你知道這些不太準確 另外有六中年紀比較輕的死亡個案 包括一個47歲的女士 本身剛才說過是癌症 48歲的男士 就是剛才說過 她是敗血症 其餘四位就是49歲的男士 54歲的男士 57歲的女士 59歲的女士 都是有長期病患的 需要洗腎和有癌症 基本上 60歲以下 剛才說過一個女士 是腫瘤擴散 其餘四個都有癌症 接著一個就是做完手術有敗血症 有敗血病 這個就是 如果60歲以下 如果你有長期病患 或者有其他隱性病患 就會比較危險一些 這樣 要跟大家說說其他新聞 剪頭髮 你們看到張濤 不知誰的頭髮一天之內就變得好 那麼 誇張 你真的聽都沒聽過 算到數 每三個小時 那些速剪譜 三個小時剪四十個頭 嘩 手都軟 一個小時十二個字 十二個字 三個小時 就是三十六個字 就是三十六個五分鐘 剪四十個人頭 代表你五分鐘不夠 就剪一個髮 你想想想 我們出去剪頭髮 被人摸的頭髮 沒有一個小時 左紋 右紋 他五分鐘內剪一個髮 即是剪到手都軟 只是剪那個動作 你想想剪了多少刀 那麼 我就繼續留下去 告訴你 平時以往坐的都是白坐 是白坐的 跟你沒有 那你收得貴 讓你感受一下服務 時間的浪費 當然 其實真的 賺錢的東西是唯快不破的 這些 你就算 我當你五十塊剪一個 五四十個小時二十 那裡兩千元三個小時 很快 但是老實說 又是很久沒有開工的 他又辛苦 是不是 你又辛苦 有些人真的不行 你去見客 頭髮屎 你又遮不起 就是 儀容不行 有些人說 頂不順 你看林鄭也頂不順 立即去摔個美髮 她的頭殼頂 那些白頭髮 就不見浪費了 是的 沒理由 別人沒有一搞 你又一搞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找個儀容也可以 不過可能 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剪開 那麼 看到 剪頭髮這方面 就是如此 不過有人說 有人說 直接就不想煩 又要排大隊 放工 你想想多少人排隊 打工仔 說放工 速剪都煩 要排隊 不如自己買個鏟 鏟子 就算了 我上很多片 學到 是的 希哥現在學到東西 自己可以剪 扭扭頭髮 自己剪十刀 然後偷薄 自己偷薄 真的很簡單 看多幾條片 你都吃 多厲害 有港大的研究 就說 今晚食堂吃 根本無助疫情 疫情也是這樣 你本身也有糖 吃 其實不用廣大研究 病毒 六點後 又沒有說要下班 六點前 總之這些真是 古靈精怪 張宇仁 他是飲食業界 他呼籲 不如放寬到晚上十點 但是 喂 他不讓你的人出去吃飯 不讓你出去睡 他現在已經搞了 大家儘量留在家裡的心態 我想 你呼籲也沒有用 我覺得難一點 真的難一點 除了他這樣說 也有人唱反調 有人說 其實 你看到疫情這麼嚴重 不應該是這麼剪頭髮 是應該禁糖吃 有人覺得吃飯的時候 要脫下口罩 OK仔的爸爸是糖吃的時候確診 他下街戴口罩的時候 他說 除了這樣之外 他沒有接觸過其他人 他應該就是這樣 我就 不敢說支持哪邊 我就覺得 無所謂 如果你早上開得 不過你晚上可能 人們下班會到處去 還未頂 如果 開得吃肆 你又可不可以開酒吧 很奇怪 這些你們自己想 心目中 我就覺得 全部都開了 戲院都開了 否則你的經濟 是個別行業買單 真的很不公平 健身室 健身室 是不是 那些 全部 都 現在都幾萬 幾萬 都說 如果你有200萬確診 可能 很多都中過 都不頂 是不是 其實你的死亡率這麼高 其實偏在那些60歲以上的老人家 那些地方 又不是他們去的 那你就叫60歲以上的老人家 不要去 儘量避免多人的聚會 是不是 你看過死亡率 其實 重症率而已 有數得看 怎麼搞到這些事這麼複雜呢 有什麼這麼複雜呢 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長期病患 或者你沒有打疫苗 或者怎樣也好 60歲以上的 你不要去這些地方 那你能分類 你這麼多新聞 這麼多數據 我不明白 你怎麼搞到現在 各行各業 好像停在那裡 說到其他新聞 你們來聽聽 元朗回收場 有個女工 被那個交機夾到的手 哇 當場失救死亡 這麼恐怖 奪命工業意外 在元朗福起貨櫃場發生 10日 即是昨天 中午12點 警方接獲一個男人的報案 指一名女工友在元朗福起貨櫃場 一個回收場裡面 利用工業稅交機工作的時候 意外將手捲入機器 被機器夾住 工友見狀立即停了機器救他 誰知道夾到的昏迷 情況不樂觀 為甚麼會夾到手會死 警方說 跟救護車到場 女士已經當場死亡 為甚麼夾到手會死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有些人斷了手也不會死 這個真的很奇怪 那女事主 年約50歲 事發時 她老公也在場 你說慘不慘 看著她老婆被那個人夾死 有關工場東主發出停工的通知書 停了這部稅交機 直至東主已經採取措施 消除有關危害才可以復工 這件事真是慘 很多人都覺得 要賠償足夠給這位家人 請勞工處幫忙幫他 這些工業意外真是慘 對 還有可不可以 不需要那麼多人手做這些工序 危險 對 你弄一條賣書帶 我輸過去 賣水 嗯 都是的 不知道 很難說 要看一看 就看到 有些騙案 騙徒自稱 這個好笑 編徒自稱是中聯辦 他給你一些事情想想 他說 喂 你想不想買過這個 常委的職涵 50萬 是嗎 有錢就可以 氣過 做常委 做常委 50萬就可以了 這樣 那個小朋友 是劉國昏 劉國昏 這是什麼人 就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他收到 是他收到自稱中聯辦 的WhatsApp騙案 其實他最容易應該被人騙 因為他是有資格可以做的 因為他是政界人士 原來 這個網上騙案 是政界人士目標 這些政界人士才是目標 那他的電話從哪裡來的 那也是 他怎麼知道別人的電話 我怎麼知道你是這些政界人士 普通人都是笑笑 最多截圖放上Facebook 對 收不到50萬 他真的找回那些人 搞笑 就叫他50萬就可以了 那他就報警了 這些應該可以抓到人 自稱那個人是中聯辦 王秘書長的傳話人 主動指 放心 不是電話騙案 這句很騙案 對 好笑 我不是騙你 文建聯的劉國勳 他說 對常委一職有沒有興趣 他說 事成的話 肯定是得到你所得到的 對方有精 曾在立法會工作的霍啟光 會面過 獲得一筆80萬的服務費 已經轉發到一張網上銀行的收據 收據給他看 霍啟光 對方隨後要求劉國勳議員 轉50萬去一個醫生的戶口 作為服務費 對吧 劉國勳更加兩次收到 一個海外電話 就是假裝霍啟光叫他 無需懷疑 不要得罪他 哈哈哈哈 霍啟光已經澄清了 這件事是流的 好搞笑的 希望早日把這個人承之於法 可以接觸到這麼多政界的人士 這個騙徒也不是簡單 究竟是什麼人 吃了什麼 可以令到他搞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希望他盡快 警方可以抓到人 另外還有一宗就是 大窩口村 有個男人在升降機裡面 點報紙就中火 被人拘捕了 蛤?玩火? 是的 香港的新聞真是無其不有 這個57歲姓吳的男子 其實也是住在附近的 富國樓 在自己的房子放火 不知道幹什麼 沒有人受傷 亦都無需疏散 已經被拘捕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謝謝希哥 拜拜